迎接近今年新年 纽约皇后区植物园联合夏冬城生态中心 将这星期天29号上午10点到下午4点 在植物园设立电子回收垃圾点 免费回收市民不用的旧电器 鼓励民众一起来除旧不新 我们现在科技全部都 每个人家里都有很多旧的打电机 电脑或者是电视机 都不知道什么处理 平常的垃圾点我们不能调到哪里 所以我们跟罗伊萨 跟酒员合作 1月29号 10点到4点钟 我们去那里民众可以 带里面的电子垃圾去放在哪里 让他们给你送走 除了电脑电视电话 电脑电脑 像iPad Apple products 那些东西我们都收的 好处像冰箱和微波罗那种东西我们不收 这些东西 sanitation 就是丢垃圾旁边的应该他们可以收的 根据纽约市的规定 电子垃圾不能当普通垃圾丢弃 必须送到回收点 随便丢弃会无碍环境 而且旧的电子设备可以再利用 29号当天 市民可以把不用的电子产品 包括电视机 电脑打印机 手机 电源线等 送到植物园回收点 除了大型回收活动之外 还有百思买电子商城 石铁波文具店等商家 也可以回收电子垃圾 民众可以多加利用 一起来做环保